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3日 今天就說什麼好呢? 你知道國安法現在立法雖時,最快就8月 我想8月就未必能搞定的 那等大家不要那麼害怕的時候 我們來一段對白仔先吧 喂!你找誰? 拍命時間過了 他發什麼事? 韓公的一生除了二國藝術之外 他們中甲的形成一樣那麼狂奸 他們欠自己顏重,衝自己緊緊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影響了我們後世很多成功的科學理論 屎嫂寶昨天給我電話 他說不知道怎麼拍《珠羅紀公園》續集 你說怎麼看呢? 你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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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這個世界有飛碟和尼斯湖有隻水鬼 信啊! 有解經,我叫這個 阿群,我昨天見到你很… 大膽? 大膽! 怎麼會你被人為了精神病院? 因為我什麼都不怕,所以人們以為我瘋了 我留了東西 留下了什麼? 重要的東西 那為什麼你什麼都不怕? 那你怕不怕? 假的 那你知道是真的嗎? 就是了 你怕是因為你管不到槍是真的 你管不到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想像力 我印斯坦說想像力比任何知識更加重要 想像力可以將不可能的東西變成可能的問題 我問你怕什麼? 我告訴你,我從小嬰兒開始已經見過飛碟 就是世人所說的UFO 四歲的年應該有見過傳說中的老鼠和水怪 又跟起碼拉阿山的大腳踏騰我底,猜我不要 再加上我從小到第二天早上都玩過山車 晚宙又玩海盜船 亦都會早上玩海盜船 晚宙才玩過山車 黃昏再玩一次海盜船也試過 所以我經常跟年輕人說 要成功不要打算一步登跌 我有今天這份功力經過無數那麼多的考驗 我硬恐怖都見過,硬恐怖的事情都遇過 還有什麼可以嚇到我? 那我們去村是不是有鬼? 是呀,祖智 你看到了,都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就是平日多看一些歷史 你就知道今時今日發生的事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是你會看到的就是有個移民潮出現 那移民潮出現的時候 其实都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太急了,你可以准备定,存好钱,但是你都要投票的嘛,至少啊,那不是的,你在外地,然后飞一飞回来投票都可以的,如果你那里近,那投票没用,我知道,没用都要投啊,就是这样啊,还有泛民这件事啊,那你知道啦,35加嘛,他们是吧,那我们都一直以泛民马首是尖的嘛, 就是,何俊仁啊,还有谁啊,他好像不关事了,他不选了嘛,但是不要紧要,整个党来的嘛,民主党那几个嘛,黄碧云那些啦,刘慧卿那些啦,那跟着呢,他国安法杀到来的时候呢,那就,之前不是说35加的,记不记得骆慧玲说什么啊,就是泛民呢,想追求这个35加,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的表现来的,不是,他说夺权而已,搞错了,夺权不是就是煽动颠覆国家, 那就是说,大家都会很支持泛民的,我知道,那就以泛民马首是尖的嘛,那期待他们会有很多,就是为港人和平理性争取的表现啦,那就是,并不是说一些晦气说话,就是很客观中立地看这件事, 就是他们是和平抗争的路线,就是大家不要怪他们,就是他们就,免得升格到,好像那些镜头不太好那样的嘛,就是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初冲的,那但是呢,立了这个,国安法的时候,或者去进入议程啦,那于是乎你会看到的就是,就是,就是,就算他们进入议会都未必够敢乱来的啦,是不是啊, 因为拉布的时候,都可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啦,里面有说过你,刻意痰瘟立法会运作的嘛,这一帖 那就是,你只能够坐在那里,也就是,如果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判的啊,那有没有人有心理准备,就是进入到去,那然后,就是被人判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就是我不知道嘛,因为他没有罚质,啊,那就,都不害怕呢,那我想会有的啦,那但是,你说选一些素人啊,各样进入去的时候,会不会变了推他们去,是啦,就是挖定山地给他们呢,你进去,跟着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更加是, 说你,说你瘫瘟立法会那些的啦,那的时候又是捉了你的,是吧,那当然啦,他们有他们做,那记得投票啦,啊,无论你支持泛民也好,支持一些素人也好,有没有大台,还有是不是三十五家,我觉得都没分别的啦,就是,只不过,大家,就是,行到多少就行多少咯,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咯,啊,都去到票站的嘛,那就,有些人成本会高一点啦,你就,就是,如果你要去坐一些移民监各样的时候, 那你都飞一飞回来啦,那些机票各样,啊,头张票几百元就当去海洋公园玩咯,就是,如果你是近的话,那我觉得啊,就是,你这个国安法推行呢,那就,大家都不需要太过悲观的,啊,那就是,就是,大家想起,就是, 你迟下我可能开很多集,讲一下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的那个历史是怎样的,那有本小说啦,定短篇,短篇小说啦,如果大家有听过一个作家,啊,那就叫做书汉城,我中学时代就很喜欢看他的作品的,又或者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老舍的四季同堂,啊,那就,你会大概get到呢,那时候那个空气是怎样的,就是那个氛围啦,社会里面那个环境啊, 压力啊,各样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有时,甚至乎是配给制的,那吃得咸鱼又抵得喝,就是,去到别人不讲道理的时候,啊,就街都是国安的时候,啊,以及可以疯狂执法的时候,那大家就无谓,就是,强行对抗啦,命仔要紧,而我一直都相信泛民的议员呢,是有无上高尚的情操的,例如,叶健元啊,陈佩霖啊,黄碧云啊,等等啦,我们就经常听他们讲话的嘛,就是, 他们是领导我们去,啊,鼓舞风潮的,那所以一切以他们马首是尖,他们就绝对是,所有人民的代表来的,啊,人民代表大会,那所以我们是,无比支持他们继续连任的,啊,老实说,就是一片和谐之声咯,啊,又或者他们和谐都不行的哦,就是,那就是会投了发赞成票啦,是不是啊,那都不行的哦,因为他们挂着泛民的名字嘛,其实泛民这两个字本身已经煽动颠覆国家啦,那所以他们, 他们是应该呢,就首先被人拘捕了先的,哇,那就是你拘捕他们的,有时,是不是啊,我又觉得拘捕他们,他们就最温和的啦,那但是现在呢,就是,但是有个寒蟬效应阻下作用的哦,那你想一下,如果你连杨岳桥大律师都拘捕了的时候,是不是很震撼性啊,啊,那所有人都乖乖的听话啦,杨岳桥哦,over my dead body哦,这样捍卫法治法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如果你拘捕了他的话,啊,那大家一定啊,哇,就是, 就是耐弱寒蟬啊,就是不敢出声的了哦,那我觉得是有显著的效用的,啊,那当然我们是极度不想有这件事情发生啦,还有绝对要,讲给国际的社会听,啊,不要搞错啊,我就是说,讲给国际社会听呢,我们香港人的使命就完不的啦,原因就因为呢,哇,大哥,讲多几句话的时候,又被人拘捕,又被人说怎么说啊,是不是啊,哇,没有那么高尚情操的哦,怎么没有那么高尚情操啊,哇,大哥,你知道有些东西不能说的,他打橫来的,那难道, 啊,你说啊,然后被人家,哇,就是不单止拘捕你的哦,拘捕你家人各样的哦,是不是啊,啊,那最多就只能呢,和人家讲一下新闻啊,各样东西的,啊,主观的评论就不要搞那么多了,啊,有时揭露丑闻啊,煽动颠覆国家的哦,就是国家一定要无限美好才行的嘛,但是里面呢,有七不讲的哦,而且呢,啊,你就算赞他的时候呢, 他说你高级黑的话呢,啊,又拘捕你的哦,啊,那所以呢,啊,都很难拿个位啊啊,那书汉城呢,那时候五十年代初期啊,他的笔名就叫做秦西宁,啊,在新晚报那里复刊呢,梁雨昕主编的天方夜谭版,都市场景的专栏里面呢, 和其他的报刊里面呢,都发表过两千多字的现实短篇小说,那么他喜欢啊,以马克套温的幽默方法,那么就描绘都市里面的小人物的,就是很有本土气息的啊,例如太阳下山了啊,里如门的墓啊,等等,那么他那些文笔呢,你看回的时候啊,啊,他那些文笔来说呢,就很揭示到当时,就是里门的墓啊,你听过名字你都觉得,非常之有, 有香港气息啦,就是香港来说,吸水门里渔门,如果你有考过船牌的话呢,你会知道他会跟你说,包括大婴山那边呢,青马大桥那头怎样航行呢,有些什么规则啊,各样东西,那里渔门吸水门又是啦,你那个航向要怎样一致啊,各样啦,那香港原本就是一条小渔村,那所以维多利亚港呢,以前是,我不记得啦,有个徐律师啦,他是,徐,姓徐,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啦,那他就是, 是打个官司司法覆核的,是,关于田海造地那边的,那就是最后胜诉的,那你见到维多利亚港是,本土文化的其中一种展现,那看多些这些书,你会对香港更加有感情啦,但是如果你说,都踏定心水,啊,打算移民的啦,那我觉得移民又可以移民的,不过就,对于香港的事务呢,呃,其实,帮忙手咯,在外面,这个很紧要,就不要因为人在外地就好像没关系那样, 那因为香港这个,这样的地方,啊,可以说是,现在民主的灯塔,就是,往日的西柏林,的确确是的,那,讲到这个,国际环境分析的时候,啊,我会讲一下香港象征的意义,那今天主要就是讲一下那些,你移民岛又怎样,移民岛又怎样,那还有立法会那些东西啦,那其实呢,啊,对于这个,立法会都有这个无力感啊,那基本上啊,就是你要想清楚, 如果,到底是,付出的成本呢,啊,那,你能不能复得到咯,这个就很紧要的,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时候啊,顺民就顺民咯,不过顺民来说呢,就,你消费上啊,啊,都减责一下,就是平时呢,就少点消费,那又静观其变,事实上呢,就是,如果你,很多身家的话呢,你就真是,没得搞,一定要走,而你,如果啊,还有很多层楼在手的话呢,那就, 就,哼哼,就是随时啊,他随时啊,他随时啊,他随时找个人,啊,跟着说认识你的,那跟着呢,就督你出来,说你煽动颠覆国家,那就,审理一轮,包大人去恐吓证人,啊,啊,搞错了,包大人在拖延时间,我们去恐吓证人,啊,那就行的了嘛,是不是先,那到时啊,啊,你,你不要想着自己走啊,就是你,和那些亲戚啊,诸如此类那些呢,是要全部一次过走完才行的,啊,如果不是呢,他都会,夹回你不次了, 就是这样,那普通平民百姓咯,没办法啦,就是,打后勤咯,都没说什么的,啊,你,不是不消费都不行啊,所以其实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研究一个非常简单的菜式,非常简单的菜式,同时间又有营养的,那就可以几块鸡一天就搞定,平时没什么事呢,就少点出街啦,那你说公司来说呢,那你就带饭回公司吃咯,可能要三文治,三文治, 不错的,这样一样咯,那就继续存钱啦,那存到变了,有回这么多钱的时候啊,那可以考虑移民啦,此地不宜久留,就是这个是,给很多钱那些,你,你不要想着,很多钱那些啊,啊,留在那儿都会,走去抗争各样啦,是不是啊,都镜石的嘛,大哥,所以好像黄秋生那些,那就入籍台湾啊,各样的就算啦,唉,就是不够他玩了,你都减操你啦,是不是先,至于未能够 就走到那些啦,那就看一下政府有没有救济咯,还有自己计算一下,好像少过八千元就不用公强积金的嘛,那还有你那个气氛底下,你都很难上位啦,因为呀,只要说你煽动颠覆国家各样呢,那他就可以拿了你的位置来做的咯,那既然是这样啦,就是你都不是说能力,不是说业绩的,啊,原来是说爱不爱国的,那么随便找个人动出来,跟着就说你煽动颠覆国家,那就行了啦,是不是啊,少过竞争 对手,迟下的公司一定很多这些东西啦,办公室政治,那你怎样搞呢,至于那个老板就算想罩你,说你工作能力好啊,那跟着无端端动个人出来,喂,不是啊,他黄丝来的,诸如此类那些,甚至乎你不是,他都屈到你是,那你就躺在那边先,那,不要以为我讲笑啊,是有机会会出现的,那我迟下呢,又讲一下一个国际版本,关于这个国安法,那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